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斡旋之下沙特跟伊朗恢复建交了 并且要开始互设使馆了 重新开放使馆了 中国把它作为一个国际很重要的事件 中国作为一个和平使者的形象站在国际舞台上 所以这一次包括华尔街日报路透社说 这一次中共的安排有可能就是趁着势头 让习近平真正的攀升为所谓的国际领袖的一个地位 而且说有可能会是在见普京的途中 跟泽林斯基视频通话 不是打电话 是视频通话要见面的 所以首先您怎么看待这个新闻 这个事件 我一直期待啊 就是中国能够扮演这样一个调停的和解的角色 从战争一开始我就有这种期待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跟俄罗斯关系好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能够跟这个普京说得上话 他们两个人见面那么多次 第二个是中国跟乌克兰的关系很不错 中国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在乌克兰有很多投资 然后乌克兰也帮助了中国的科技的发展 从这个平衡的角度来讲 中国一方面跟俄罗斯关系是不错 但是另一方面也希望乌克兰能够平衡 所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调停的角色 但是中国之所以其实没有动了很多原因 站在习近平个人来讲 他没有完成权力的连续性 他忙到权力的布局 忙不过来 从这个俄乌战争来讲 过去一年最开始欧美国家非常的团结 老百姓也非常的支持 希望能够激退俄罗斯的侵略 但是经过了一年之后 发现这个仗不是那么好打 很有可能这个战争长期消耗下去 那长期消耗下去对俄罗斯 对乌克兰对美国 对全世界都是不利的 这个时候天时地利人和 有利于习近平参与调和 但是不利的条件也有很多 首先是俄罗斯 俄罗斯不当地放风 说中国站在他那边 就是给大家暗示 因为有了中国 西方的力量就弱很多 乌克兰的力量就弱很多 那么甚至释放出来 最开始栗战书去莫斯科的时候 就是把栗战书给他们私下来谈话 披露出来 栗战书说我们要摧映你们 那么早一段时间就是西方媒体 普天各地的报道 美国的官员 西方的一些官员 欧洲的一些官员 中国你绝对不能卖武器给俄罗斯 但是弄了半天这个消息是俄罗斯释放出来的 俄罗斯就是要给你们的感觉 我跟中国就在一起 甚至在传出路透社 你刚才讲的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之后 习近平要扮演调停的角色 不但要跟普京见面 而且会跟蔡隆斯基通话 而这个时候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邵伊古 就出来说 我跟中国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写一个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持 所以西方没有什么情报分析能力一样的 以为这些事情可能是真的 其实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 它是不能前来一举站在俄罗斯这一边 但是西方似乎没有分析能力 就把中国和俄罗斯想一起捆着打 因为西方本来对中国也有很多的不满 但是这就造成了俄罗斯的力量有一点偏大 其实中国在这个立场上 为什么不会那么全部偏向俄罗斯呢 首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事情 是中国不可能赞成的 是因为它违背了联合国的现象 唯有基本的宣章 也违背了二战以来建立的基本和国际秩序 基本的国际秩序就是说我们有分歧 我们有争议 都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 你通过这样一种军事侵略的话 就破坏了世界秩序 你们西方人对俄罗斯不好吧 诶 我躲到后面可能还得到一点利益 我还安全一点 如果把俄罗斯全部打趴下 中国就会冲得在前面 所以中国站在自己的安全利益口里 跟俄罗斯的关系 跟乌克兰的关系 就变得比较的暧昧 而且俄罗斯和中国的经贸关系 跟美国是不能比的 美国现在七千多亿吧 跟中国 那么跟俄罗斯大概一千多亿 好像不到两千亿 就是差得很远 两国的副补性远远不如中国和西方那么强 所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间 它就会比较的 我最开始的时候就讲出所谓的三原则 就是不会支持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 会给乌克兰一些人多的帮助 但是也不会放弃这个俄罗斯 因为这样的话 它就是达到它的一个平衡目的 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这个事情能不能成功很难说 我前面讲了 俄罗斯就要给世界搞一个样子 而我就是跟俄罗斯绑在一起 另外就是西方也不高兴了 我们帮着乌克兰打了这条仗 结果你中国跑过来下来折头子 对吧 所以我觉得西方也好 俄罗斯也好 他们各自出于自己的这个利益 自己的这种情感 不能让习近平成功 甚至西方还宁愿让印度成功 也不能让中国成功 所以习近平处理这个事情 不会像处理沙特和伊朗的这个事情 因为沙特和伊朗这个事情 他们是秘密进行的 秘密进行谈成了 而且公开大家就没办法碰化了 但你现在都摊在一切摊在台面上 这个事情不好做 不好做 我们还是还要看 但是呢 你确实反映了习近平一种 要改变人类命运共同体 把我们吓死了 如果按照中国这套 改变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就不要办媒体了 对不对 我们只能去 如果办的话 只能说习近平好 习近平好 习近平就是好 所以我们对他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制的说法 虽然我们觉得好像表面上讲的有道理 但是中国这个体制 它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体制 对我们媒体人来讲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对他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制 有一种恐惧的感觉 不过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调停人的角色 它是有本权的 这个本权就是说它不太像美国 美国要去调停什么事情呢 它就自己都有一个小算计 尤其是呢 它有它的价值观 你要人权好 你要民族好 对吧 你人权不好 民族不好 我可能就不跟你谈 它有个体系 它有个价值观 中国无所谓 中国就是一个商人 就是你跟我说你好 咱们去谈一谈 对吧 所以它有它的没有门槛 没有门槛 所以很多事情中国确实是可以谈一谈 那么这样的话呢 西方也头痛 头痛就是说 一个人权这么糟糕的国家 在西方看起来 你们还进行和谈成功 对吧 你不仅是伊朗和沙特谈成功了 那其他很多地方 中国都有本权谈成的 因为它跟全世界很多国家的贸易 对对对 所以中国有它的条件 而且中国它基本上不是在底线 美国的问题是 既有自己的底线 也有自己的利益 它既是一个制定规则的人 它也是一个维护规则的人 它也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 它是希望大家遵守很多东西 结果自己有时候也不遵守 所以美国的这个角色它很多层 中国它既不是规矩的制定者 它也不是完全没有 所以它等于就是一个 如果突然冒到国际舞台上 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能够把沙特和伊朗 这两个有千年恩怨的国家 走在一起 总是一个好事情 对吧 如果在俄乌这个事情上面 习近平能够谈诚 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 你喜不喜欢习近平 或者是你喜不喜欢中共这一套 如果能够让乌克兰和俄罗斯 就停下来 我就认为功德无量 虽然我认为它很不容易 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希望 调停成功 那不要说它调停成功 如果它不行 印度上的也挺好的 谁调停都没有问题 只要不继续互相产生下去 这个事件的核心 应该是放在俄乌战争 而不是谁来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事情 对于中国人的形象 对于习近平形象来讲 是极大的帮助 那肯定 尤其是如果这些知识长了 当然这个事件有一个 有一个猜测 有人会猜测 因为这个信息出来之后 华尔街日报跟路透社把这个信息公布出来之后 俄罗斯的外交部没有承认 没有说这个事情 包括中国外交部也没有承认 但中国外交部不承认呢 它肯定是有一些保抵 像我们刚才讲的 如果这个事要成了 那是个大事 丢脸 那就丢脸 其实不丢脸 其实这个国际社会很多事情 它就是要进去个反反复复 不是说你习近平一出现了 你就好像什么能够成功 现在的问题就是 习近平把它放在太高的位置上了 好像他是不犯错误的 他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就是他做很多事情 过分的刚性 所以这个事情有人猜测 说这种习近平去俄罗斯访问期间 然后跟泽利斯基打电话 来调停俄乌战争这个事儿 会不会是普京私底下跟习近平有一个沟通 因为现在他在找个台阶下 找这么一个人来走这个过场 他去年又正好邀请习近平 今年春季的时候访问俄罗斯 所有的路都铺陈好了 看似那一切的程序都顺理成章 而习近平在之前呢 又发布了一个20条的和平 12条 对12条的一个和平建议 再在两会之后 他现在已经全力已经完全都交接完毕了 以这样一个身份 名正言顺的国家主席身份 第三次这个连任去俄罗斯进行过程访问 在这个过程当中达成这样一个举世主步 都说全世界都在期盼一个和平的协议 会不会是普京有意让习近平走这么一场 我觉得不仅是普京他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泽伦斯基他们是希望中国能做这个事情 泽伦斯基他的夫人在达伍苏论堂的会上也给了习近平信 那么12个和平建议出来之后 西方是根本是持之以鼻 觉得你中国什么时候 但是呢泽伦斯基说有可行的地方 所以泽伦斯基也知道 他现在得到西方的强预力的支持 但是西方的政客他不是永久的 他不像习近平可以做恒久江山 第二个是西方的政客说变就变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民意支持他 你民意说有一天现在我们不支持乌克兰了 那这个政客也没办法 一般来讲政客就是一个 民主社会他必须要在乎民意 在美国现在开始出现一些政客说 包括迪桑勒斯都说 我们现在支援乌克兰太多了 这就是意味着某种程度上 欧美的民意正在产生变化 欧洲的民意调查和美国的民意调查 显示老百姓对支持乌克兰的热情确实在下降 而下降的幅度还不小 那您认为是不是普京有可能会有意 我就不知道普京怎么想 因为普京是黑箱之夜作业 我们也搞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这场战争 任何一方都现在需要下台阶 才能司机需要 这个普京需要 班农总统也需要 因为这个战争继续搞下去 他的政治敌人就会 就说你怎么搞了这场战争 对对对 而且是天天死人 这个事情就是说 最终一开始这个战争 我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我被批评很多 因为我一开始就说 这个战争是没有意义的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事情 你必须反对 你不能说他有什么理由 这个行为是反正钉钉钉 对对对对 但是你怎么去解决它 是用战争的方式去解决这个战争 还是用逼迫俄罗斯来进行谈判 但是那个时候的西方领导人 就是比较着急 而且把它调定的很高 什么民主与专制啊 黑暗与光明啊 正义与邪恶啊 就是对这个战争本身呢 他们可能这些正可以缺乏了解 缺乏认知 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恩恩怨怨啊 也缺乏比较好的认知 就有些事情我们在外面的角度来讲 我们就知道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我们接着是不会支持的 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一些恩恩怨怨 就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搞了这么多年 我们越来越糊涂 你们到底是真什么真呢 但是你看巴勒斯坦他们一大的理由 你看以色列也一大的理由 所以这个事情最终的结果 还只能靠泽伦斯基和普京 或者是两国的其他领导人坐下来 他们谈他们谈成什么样 就谈成什么样 外界少给压力 都给他们机会 西方当时就希望呢 给予乌克兰的支持 然后把俄罗斯给集版了 其实这个是缺乏对军事军事的一个基本认知 因为俄罗斯他有很多的条件 第一他人数比乌克兰多 第二他长期就是个军事大国 你别看他这个人不是那么的多 相比中国 相比美国 但是他相比俄罗斯 乌克兰来讲人多很多 原来他是像最大的面积的一个国家 我不知道他和 他不知道跟加拿大谁更大 俄罗斯更大 资源也更丰富 所以你要把这样一个大国 把它集款那是不容易的 如果他手里没黑武器 可能还可以 他有黑武器 咱们就得小心一点 就是他有的 能不能让他用 不是 你把他逼急了他就会用 这是百分之百的 你说 让他去把普京抓起来 想对付沙特姆豪嫂一样的把他上吊 你觉得他不会用吗 我觉得他可能会用 因为黑武器就是最好的杀手剑 所以西方其实也很清楚 这个事情一方面要谴责俄罗斯普京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逼得太急 所以这个战争就处于一种 很悲哀的一个西西武战士的样子 就是死的就是那些年轻的军人 后面就是正开满满 各有各的考虑 但是习近平这个时候能这样做 是很了不起的 我希望印度的总理穆迪 也出来参与这个调和 在某种程度上 穆迪比习近平更有的条件 因为西方国家还是比较相信印度 不太相信中国 毕竟印度还是一个民主阵营 但是印度目前最关心的是发展经济 对 他现在就是趁此机会挣钱 趁此机会发展 你看他在能源里面搞的 跟过去相比是三十多倍 但西方媒体是很保护他 不怎么揭露他的问题 揭露的都是中国 所以这是两个阵营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一次如果说 像这个路透社跟 《华尔街日报》所披露的这个 如果说习近平能够 在见普京的时候 跟泽林斯基来一个视频通话的话 其实 这个事情就基本上 可以说在三个方面 中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穆斯克 乌克兰也好 他们应该是已经达成共识了 否则不会在习近平见普京的同时 来跟泽林斯基来视频通话 现在他什么时候跟泽林斯基通话 我们不知道 有人说是到了 有人说是后来 有人说是后来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总之是这个协议是不那么好达成的 我的想法 一再开始展示的想法 就是说 具体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怎么再说 但是能不能先停火 就是说先别打了 先就原地不动 对吧 要么联合国的维侯部队去谈 先让你们别互相残杀了 把这个事情达到了以后 再来讨论谈 那只要不互相杀人 你将之一 几十年上百年 我觉得都是小事 先把这个火给熄了 谈判估计会是一个很长的垃圾战 对对对 有可能的 而且谈谈打打也是有可能 但是从整体来讲 不论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当时我这种观点 一年多以前 那遭到很多网友的批评 很多关键的批评 他们就觉得 这个是个正义的斗争 对吧 你怎么能给俄罗斯喘息机会 他们对俄罗斯的实力真的是不了解 真的是不了解 因为你就想想 它是欧亚两个国家 它躲在那个树林里面都可以过火 对吧 所以它的战略政策是非常之深的 在这个事情我们也得出一个教训 老百姓的情绪一激动起来 它就上来了 它不管不顾 对吧 但是你政客吧 就是西方的政客要迎户这个民意 固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个政客能不能有一点责任心啊 对吧 你不能只是讨好这个民意啊 你应该有一点 怎么说 有一点前战性 有一点责任心 哪怕是得罪一些民意 也要呢 让这个战争不要继续地爆发下去 结果这个战争搞了一年 死了几十万人 而且还画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都在里面 对啊 对欧洲的这个经济影响很大啊 我那些朋友在欧洲说 这这么搞还说我们活不下去了 所以不论习近平下个星期去俄罗斯 是什么时候跟泽林斯基通电话 以及他们这个三个人 能不能达成一个相对和平的一个协议 暂时把火停下来 其实这也是 不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对 希望有好的进展 对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下个星期 或者说再往后推一段时间 也可以说 因为下个星期呢 中国官方还没有最终的确定 对对对 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变速 对对对 反正这个事情 只要是能够往一个最好的方向去发展 大家都是 现在似乎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俄罗斯我们不太了解 欧美这边的民众对这个战争的热情没那么高 甚至有些正开说 美国不能这么老是支持这个乌克兰 反而问题变得很很很很很 就是说使大家有一点 有一点好像多一点想谈了 对 好像除了俄罗斯 所以这个实际应该说还是把握的不错 对对对 阴差阳错 天使地利人和 因为说也是给了习近平这么个机会 看他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对 就看他自己怎么去操作这个事情 对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段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最近中国你要说新闻媒体当中最关注的人物呢 除了习近平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新当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李强 很多人啊 对于李强这个人 可能不是很关心政治的人啊 他还有点啥啥搞不清楚 李强李克强 就一个字之差 我们的AR的机器人 经常是把两个名字 搞错了 就放在一起 就是李克强李强就是一个人 所以李强这个人呢 这两天成为中国媒体当中的一个当红人物 因为他这一次在两会之后呢 也是第一次面对国际记者 回答了问题 有媒体 不过那些问题都是事情编好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哎呀作为搞新闻的人怎么这么无聊 但是有些媒体呢也捕捉到了一点嘛 应该说是唯一的亮点嘛 说他在讲话的时候呢 看稿的次数很少 说话呢相对自如 其实回答的一些问题 就像您刚才说的 都是事先准备好的 也都是他在过往的经历当中 都驾心就熟的一些问题 对呀 集中在还是经济方面 民营企业啊一些 对呀 有个记者说 李强总理 你能不能评价一下李克强 可能吗 对不对 或者说你能不能评价一下习近平 谁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啊 当时就给你趴下了 这个记者首先就出去了 对呀 对呀 因为他这些问题啊 都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前 早就准备好了 已经早就准备好了 只要他不跟那个李鸿忠似的 一紧张说错话 就不会出什么大事 对还好 你看了记者会吗 看了一眼 我是从头看到尾 从头看到尾 不是开始一点点没看到 我不知道谁在主持 一上台一打开 就是他在讲话 但是他在记者会当中呢 就讲了一个就是媒体捕捉的 就是除了这套话之外 这个信息吧 就是他是一个老网民 说他经常上网 看这个老百姓的一些声音 他很关注这个民生 因为民生跟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很有意思 这个老网民最近在中国 变成一个禁词了 就是中国的微博 把他给禁掉了 不能提老网民 所以不知道您对这个李强 这一次在包括 新闻发布会的一些信息啊 包括他这一次提到的一些 对民营企业啊 包括这个外企啊 他的一些措施 或者说他的一些想法 你怎么看 尤其他还讲到了 就是说有媒体 关注到说这个李强 其实在还没有接这个 顾问院总理之前啊 他已经在着手 就是劝那些跟他以往 因为他之前不说过嘛 他跟民营企业的 关系不错 对对对 疫情当中呢 有很多民营企业家 就把这个钱啊 全部都已经挪到这个中国以外了 他现在呢在暗中 跟那些民营企业家联系 能不能把钱再拿回中国去投资 而且听说你回来我们有大杂虾吃 很好很好很好 我觉得 现在中国人有一种情节 这种情节在我看起来是非常搞笑的 什么情节 是总理情节 只要是总理 好像除了李鹏 其他都挺好 李鹏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不错 当然最开始的总理是从中俄来开始 然后后来华国锋就是一个孤独人物了 从李鹏开始就有了记者会 我已经忘了李鹏开记者会那个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已经完全忘记了 但是周英基开记者会是知道的 然后是温家宝开记者会 然后李克强开记者会 李强开记者会 每一次总理开完记者会以后 大家的评价都不错 没有说温家宝不行 没有说周英基不行 没有说李克强不行 但是后来大家慢慢就 情况就产生变化了 你周英基豪金漫账 什么多考棺材 好像到现在为止他没把棺材给领走 温家宝一上来 就是慢慢腾腾的 讲一些什么普世价值 什么文革不能倒退 这种人流物理的话 他就有点像总书记 他就是不太像总理 李克强吧 也是一个问题 他就是有巨大的包袱 就是又怕得罪习近平 又要表现自己的个性 然后还要像一个北大的 博士毕业的学者 什么都要 李克强讲话 一直完整的话他讲不出来 这个是很遗憾 按照道理来讲 这些总理里面水准 智力最高的应该是李克强 结果反而加上这几年又是疫情 加上习近平又是非常的强势 所以李克强这个总理真的是当的比较难受 不过我觉得后面还是不错的 就干脆我不干了 我觉得不干是挺好的 李克强的问题就是 他的骨子里面 他有一个开墙的这么一种感觉 你说开墙嘛 这个墙人不就是习近平吗 你还把他开了 对吧 所以开玩笑 李强就没有这个开字 他就李强 不克习近平 就是帮助习近平把中国变成一个强国 这都是千江富贵的胡说八道 就是我们来讲 李强他确实有我们非常典型的温州人 浙江人 江浙人 这样一种特性 就是相对来讲 比较的给人感觉我是干的啥的 实在比较 比较实在 不像你们湖南人 也不像东北人 东北人和湖南人都是讲比较大的东西 宏观的东西 而江浙人他就讲比较细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种不同的特性 所以这个记者会 我没有看整体的媒体 只是看到六多世界 我们的一些观众的反应 觉得还不错 但是你具体怎么样就不知道 具体因为你中国的经济环境 经过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经过了十年这种比较粗暴的打击 这个民营经济能不能 还像过去那种热情澎湃的 技术发展 大家都是有很多疑问 然后可能外资的关系 跟美国的关系 美国在打压中国 然后中国的人力成本 很多东西都在增加 你到底怎么样 这个经济重新激活起来 难度是确实不小 但是我觉得他熟练的机会也很多 因为他的好处就在于 他只要想出比较好的办法 习近平多半会支持他 因为习近平不用担心李强变成李克强 所以他有他的好的机会 所以我跟美联社的记者就讲了 我说李强和李克强跟习近平的关系 最大的一点不同的地方 就是李克强习近平还要 不能说进位吧 只是比较的有距离 李克强对习近平有距离 习近平对李克强也有距离 所以双方有些话 可能讲得开开机器的 比较的表面文章 而李强就不同 李强是一个 对习近平很熟悉 而且曾经作为一个省委秘书长 服务过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相当信任他 那么这样的话 反而让李强可以讲一些真话 讲一些直接的话 现在中国的 不管习近平是解决人类 命运共同体 还是要中国共同致富 还是要扶贫 还是要勿忘初心 有一条你必须的 那就是你的有钱 那有钱就必须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就不能靠国有企业 必须靠民运经济 所以我在去年和前年 有些网友和朋友跟我争论 他们说习近平一定会把民营企业给打死 我说不是的 我说习近平打民营企业 主要是打什么呢 打那些超大型的企业 什么马化腾啊马云啊 这种企业非常之大 对市场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从政治来讲 习近平不能承认别人的名望 比他高 影响比他大 另外就是从国家的经济安全来讲 中国不像美国 美国有犯错误的本钱很大 那么 中国本钱没那么大 基础也没有美国那么厚实 所以美国在经济思路上面来讲 我这算四年以前 还是杜局以前 我说中国很有可能 不会走美国的模式 而是走德国的模式 德国的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民营企业是可以发展 但是你不能搞得太大 太大的话你对我有影响 他是这么一种态度 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 像过去那种做大做强 就有问题了 就是说你可以挣钱 你可以做生意 但是你不能威胁我 从政治上不能威胁我 从安全不能威胁我 哎呀过去这些年 中国这些大商人 一个一个都要指点江山 要办大学 要搞培训班 然后成立各种人的会 对 哎呀那因为这些人 也是确实非常聪明 也是从这个 非常艰辛的这种环境里面 拼不出来的 一个一个都是责金 一个一个都是觉得 哇我能够过去 过去我也是一个月拿三十六块四十多块 一个月现在我也多少多少亿 对吧 甚至没有一千亿的不好意思成为商人 那么一种口气 那么一种气度 真的是把中国给瞎化了 但是中共打击的主要是这些人不能搞冷断 它以这种名义来进行的 而不是简单来说打击民进经济 所以我认为当时候 就是外界对中共发展民进经济 这个事情有一种误解 而我认为这些不可能的原因是 除非中共想上上大邮寄 对吧 就是骗几个葱姑 伤害几个地局 抢农民的饭菜吃 否则的话 它就必须依靠民进经济 因为民进经济它是最有活力 而且篇幅到中国的各个角落 全世界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的人 向中国的老百姓为了挣钱 为了改变命运那么勤困 那么努力 同时也那么的聪明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中国的一个本钱 它怎么会把本钱毁掉呢 只会有一天 中国都负得出油了 它可能就根本不在乎了 但是中国离这个还远得很 正如李强总理所讲的 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 你跑到上海去 跑到北京去 跑到广州 深圳去 哇 实际上最现代化的这个城市 但是你跑到中国很多的偏僻的地方 文化 教育 卫生条件 经济还是相当相当落后的 那这些问题 如果不解决 就会成为中国的一个类似于那种被殖民地的国家 被殖民地的国家 就是我去过一些地方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有一些很得意和成功的人 他住的房子 他过的生活 跟西方的富人没什么差别 甚至比西方富人还要能够享受 但是穷的地方呢 简直是比中国落后三四十年 所以中国不应该说这样的发展不明 那么你要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的条件就是它有政府的杠杆 有政府的力量 所以我经常在讲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从八十年代出来的这批人 有一个叫1980年代的后遗症 什么叫1980年代的后遗症呢 就是我们比较相信 就是中共这一套不行 西方这一套行 市场经济行 计划经济不行 即使经济学也好 社会发展也好 到了今天慢慢明白 不是那么简单的说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完全对立的 你站在国家的角度来讲 它当然要有计划 它当然要有规划 它当然要有战略 很多亏本的事情和基础性的东西 只有政府才能干 老百姓是不会干的 民间企业是不会干的 所以从计划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政府偏计划 但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民间偏市场 它是两个东西 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它不是一个完全对立的关系 你在欧洲这很多的国家 实际上政府干涉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你一个什么企业 动不动就跟你反冷断调查 动不动就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不像美国 美国就是相当的自由 你这个节奏都大都没关系 哪天你自己死了是你活该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就是李强 他现在像刚才您说的 就是他跟习近平呢 为什么习近平更愿意放手 让他有更多的权力去施展他的这个能力呀 或者才华也好呢 是因为李强跟习近平 他这么多年以来尽力的关系 尤其是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角色 非常信心 那么所以李克强有媒体分析说呢 他可能没有过去的中国国务院总理那么大的权力 更像一个总理 但是李强呢 他因为他角色的关系 他更愿意或者说他更干当于哪怕是从前那个秘书的一个角色 他也可以 但是他能够把他的这个能力施展出来 他原来也不是完全是秘书 他是秘书长 权力还是不一样 以前嘛 南越和北越都是互相扯皮 互相 工作人员都是各有其职 互相扯腿 你现在就是没有南北越之争了 你这个李强就是个总理 就是这个习近平的执行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系的理顺 任何一个国家不能亲类主搞一国娘主 两个主人不行 一定要是一个主人 习近平的好处就是你现在中国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会说这是李克强的责任 这是汪洋的责任 不是 这都是习近平的责任 这就是我在十多年以前在分析中国政治的时候 跟很多朋友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 我非常厌恶的是组织 我们集体决定 你都搞不清楚谁成了责任 主次不明确 对啊 你像美国搞砸了 不会说是贺锦丽的责任 一定都是拜登总统 那你一个总统 一个国家主席或者是总书记 一定要承担这个国家的责任 那你习近平现在 所以你现在骂基本上是骂习近平嘛 没有几个人就骂李克强 为什么你权力在你手里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了责任 有了权力有了责任 下面就看效果 那是那种事情了 但是至少李俊了 我觉得希望李强不要尾巴敲起来 哪天激动啊 习近平你有问题 那就惨了 那这个关于李强啊 到底能够在国务员总理任上单独交易 也是最近一个媒体关注的焦点 有人把这个焦点就落在这个丁薛祥的身上了 因为丁薛祥呢 他以前是一个中办主任 他跟经济方面呢 他好像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 所以有人在分析猜测 说为什么这次习近平要把丁薛祥 放在国务院里面来 尤其还让他那个负责这个经济这块的一些事物 让他跟着经济这个方向去走 会不会是就说习近平就是想通过这五年 把丁薛祥历练出来五年之后接李强的班 因为五年之后李强的六十八岁 丁薛祥的六十五岁 各种可能性都有 五年以后那我们根本不知道 很多的政治分析我们一两个月能够判断清楚就不错了 人家五年以后真的是不知道 丁薛祥确实是 他的好处就是他熟悉国务院的工作 虽然呢没在国务院工作过 但是他有一个机关工委的书记 他是中办主任嘛 好像是机关工委是中职机关和国家机关 他是管的 所以国家机关主任是管国务院部委 他相对来讲是比较熟悉的情况 中办主任嘛他跟各个系统都打交道 但是丁薛祥就是跟习近平得到比较大的信任 但是他不像李强这样从机场上混起来的 但是这个事情人要有悟心啊 人要聪明啊 人要灵气啊 其实有没有什么某些经济都没问题 一点就通 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到底会怎么样 也许哪一天丁薛祥就跟这个李强关系好得不得了 也许哪一天两个就干起来了 我们怎么会知道 所以我们再看一看 那您认为就是说 由于丁薛祥的这个跟习近平这种关系啊 有人说他亲密程度其实比李强要好 那么李强在国务院总理这个任意上 对于这个国务院副总理 他的在拆遣上使用上他会不会有顾忌 中国的问题啊其实总理指挥其他的副总理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中共的这个甚至一个部长都不那么容易 因为你这个部长未必是你任命的 是比后面还有其他的老板啊 所以这完全取得于你的灵气 你的悟心你的这个会搞关系的这么手腕 而不是在简单的说啊 这个人跟习的关系好 那王小红那是关系最铁的 对不对 还有何立峰呢 所以那什么事都别干了嘛 所以这个里面还是既有 针横交错的关系 又有你比较清晰的这个思路 关键是你做的这些事情 是不是得到了习近平的认可支持 我觉得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 这一家的这个政府吧 比上一家的政府要清晰很多 上一家政府彼此心里都有一点微妙的地方 小九九儿都有一些 对 所以像您刚才说 作为他们这帮的不论是李强丁薛祥和立峰 其实他们都知道老板是习近平 对对对 没有习近平在他们后面他们不可能到今天 谁都不行 所以只要李强不翘尾巴 对 他指挥谁 谁都明白不是李强的指挥他们 这是习近平的意思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只要李强把任何事情都很清晰地传达出来 这是习近平的意思 对 任何人都不会有太多的意思 而且李强他很清楚 他是一个没有当过副总理的人 没有一个真正在这个体制内有多少根基的人 就是在地方这么混下去 你混成一个上海市委书记已经是不得了了 突然之间变成总理 谁给你的权利啊 那不是习老大吗 你不听习老大的 你听谁的 人家拿着你说纷纷正的事情 纷纷正的事情 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就是李强他们老家 那个附近的居民啊 或者说那个十里八乡的乡民啊 都是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浙江瑞安版 出了李强这么个百年不遇的大人物 中国的这个乡土观念特别好玩 哪个地方出一个什么小人物 他们的激动半天 不像纽约 纽约出了好几个总统 我们没有那么激动半天 我觉得曼罕登最有趣的是 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很多大厦上 川普大厦我们一定要把他名字拉掉 因为他的名字我们别活了 因为有的人恨川普 有的人喜欢川普 都会把这个房子搞得一塌糊涂 你们都会啊 有人来拍照啊 有人来骂呀 民主社会自由社会 所以他一个好就是 不是那么在乎政客 中国就是还有一种 加上出来一个什么人啊 很政府 这是农业社会的一个好意证 李强他们老家那个前面 前屏最近加设了很多摄像头 当地政府为了保护 他们那个老宅旁边的树木 要抓派 因为据说是前两年 有人在他们就是 祖产的一个房子前面砍树 被他们家给举报了 当地政府就马上加添了很多摄像头 因为说砍树破坏他们家风水 中国民间是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吧 如果习近平看了以后 他也许觉得无所谓 他也是从基层里面混上来的 也许他心里面就觉得 怎么回事 这种微妙的东西我们搞不清楚 也许哪一天就说 你下去吧 搞两年算了 所以对于李强到底 在这一届 这一届五年 国务院总理的任上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成绩来 或者说他自己在 我觉得他脑子很清楚 他就是说不是什么GDP 老百姓关心的就是房子 教育 那这个不是说GDP 世人都应该想这个东西 你不要画饼 你就把现在餐桌上有的菜料 你把这个菜做好了 就行了 对中国的人这些年 经济的高速发展 把人的胃口给吊起来了 但是经过疫情这么一打击 一抽包打击 大家又把大家打晕了 打回原形 打回原形之后 大家又要开始重新积起一种希望 所以这个时候 李强的一个好处是 大家的期望值也不是那么高 对 大家就是已经被打成这样了 只要能够比今年好 你就这五年就成功了 对 所以对于李强来说 他门槛也比较低 对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 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前两天在两会当中 以2952票的全票 通过再一次当选了中国的国家主席 他当选之后 现在中国的网络上 这个全票通过变成了禁词 大家不能够发也不能够谈 这个2952变成了一个被禁止的数字 在全网被封杀不能够出现 而且相关于习近平的一些 连任之后的什么命运的主人 中心任务 最大动力等等一些 涵盖了某些讽刺意味的 或者说当局认为有讽刺意味的词 全部不让搜索 现在中国的这个官方平台上 有关于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连任国家主席的这个新闻词调下面 只有一个词可以用 那就是 民心所向 只能说民心所向 不能说对的 任何词都不能说 而且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今天 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的题目呢 叫做什么 习近平众望所归引领中国新的征程 当中引述了习近平在当选当天 发表的一段讲话 就是自诩吧 说他这个能够当选是人民的信任 人民的信任是他最大的动力 也是他肩头沉甸甸的任务 于是呢 他表示要忠实的履行 宪法赋予他的职责 当然这个宪法是他自己想怎么改怎么改的宪法 还有这 以国家为使命 以人民利益为准绳 克尽职守 结成奉献 奉献就是服务的意思 要服务多久呢 习近平自己说了 从现在开始到本世纪的中业 这是你发现的吧 官方媒体说的 但是你这么一讲我才知道 因为我们大家猜的一个最大的游戏是 他干多久 因为他没有任期嘛 官方媒体也毫不含糊地公布出来了 而且今天新华社这个专稿当中 其他的话都没这么引用 这句话特别明显 就是习近平讲了 从现在开始 他要向中国民众服务到本世纪中业 本世纪中业20... 40到2060 2060 咱们折衷就是2050年 2060 对,2060 2060我们都可能都不在了 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感觉就是 习近平 基本上就是第一 就是让党内的人死了这条心 最近的10年20年别想换人 第二就是他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 这句话也是大境界 被进风了 我觉得首先讲明星所向 什么叫明星 你现在稍微看看历史的资料 毛泽东发动文革 明星所向 每个人都是一个疯子 能够被毛主席捂一下手都不得了 很多天都不洗手 我好几个朋友被毛主席捂过手 那么真的舍不得 那还有人捡了毛泽东抽的那个烟地啊 就放在家里面供起来 对 什么叫明星所向啊 当年希特勒 就是在这个 这个 进城 无论去 他们侵略这个奥地利 还是在柏林搞什么活动 波兰 都是 波兰还打了一下子 对吧 那在很多的国家都是受到民众的欢迎啊 对吧 什么叫明星所向 当年的这个 这个老百姓呢 主动旗帜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什么呢 欢迎中央军 结果打开层面一看来的是解放军 哈哈哈哈 所以就只好赶紧 又给这个旗帜 明星在很大的承诺上就是乌合之重 尤其在互联网这个时代 你就更加容易看到 你在现实中间 你可以发现 美国人都是很客气 很礼貌 对吧 这个觉得很 是个很温馨的社会 但是你到那个 美国的媒体下面的是社交媒体看 美国人好像都是吃了药一样的 这是不是明星 所以明星现在的问题就是 无论是在民主社会 还是在专制社会 他的这种定量啊 就是不确定的 你根本不知道是多少人 对吧 也许是这批人 也许是百分之八十 也许是百分之十 对吧 中国十几亿这么多 两千多人支持 那还有多少个也没有表达的 对吧 那些是不是人 绝大多数啊 你现在多少 两千九百五十票 五十二十票 对吧 中国现在十三四亿人 十四亿多人 对啊 那还有那些人没有表达的 我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样 这都是 来讲所谓的明星 那些人被代表 被代表了 什么代表我也不知道 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笑话就是 人民代表 对吧 跟人民都没关系 都其实就是党代表 一个洪商卿 我们是最细目的党代表 就是洪商卿 这个代表党 代表人民 然后领到一帮娘子军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搞笑 但是提出来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严肃的问题就是说 像中国这种一种农业社会 一个传统的社会 一个意识形态的社会 怎么转向现代化 那么我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脑子里就是一个想 有了民主 有了选举 有了法治 有了公正的司法 有了言论自由 有了国会 那就形成了一个 现代化的一个框架里面必要的要素 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好起来 这是我们八十年代所接受的一个基本的常识 但是从东方上四十年以后发现 情况不是那么简单 第一 西方的民主的运作过程中间也是很艰难的 也是出了很多的问题 包括美国的这次大选 我都吓一跳 居然有人说这个选举是造假 选举来的总统 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刺激 因为我看了这个选举 这么多人监督这个选举要造假真的是不那么严厉 但是可见人们对这个民主本身产生了很多的分裂 然后 除了西方民主本身出的问题 就是一些发展的国家 类似像中国这种国家 或者是有宗教色彩 或者是有专制色彩 往这个民主转向的时候 要么就通过政变 要么就通过颜色革命 要么通过自主的变革 像苏联帮东奥是自己把它解散了 对吧 那有些国家是通过颜色革命来进行的 不管哪一种方式 能够走向民主化 有品质 有稳定的国家 并不是那么多 这就造成了中共现在似乎有一点理由 我们搞独裁有理 对吧 我们搞独裁有理 所以就是在出现了一个东方红 还是太阳神 出了一个习近平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这个东西 首先呢 大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一个愤怒 一方面是很多人 像我这样的人 基本上是八十年代 开始思想重新 开始接受教育 开始来理解这个社会 就认为了 你这种方式没有任期不行 对吧 你这种方式没有选举不行 但是他问题上就变成现实了 你怎么办 你说中国现在搞一场颜色革命 能成功吗 中国搞一场街道运动 或者是内部政变有可能吗 这几乎没有可能性 相反 习近平他还认为他有道理 他为什么有道理啊 他认为他是天使之人 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历史赋予了他一个使命 中国不是罗浩吗 被西方欺负吗 农业国家吗 对吧 我们现在要重新复兴 要变成一个强国 只有我习近平可以做得到 对吧 这个是他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使命 他认为在他的手里 会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国 一个在世界上不被欺负的一个国家和民族 可以欺负别人 所以他在新尊重 对 所以他就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 八十年代以来 所 我们这一代人 是怎么都很难接受 这个心里面是很难转过这个弯的 很难转过这个弯 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任期 你认为五期也是时间 对吧 或者十期也可以 有个数 有个数 你现在今天不跟我讲 我还不知道 那他其实写的太短 因为按照现在这个想法 应该是万事万万事了嘛 他考虑他能活那么久 反正行万事再说吧 对不对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 就是说习近平现在 我们假设他脑子很清楚 对吧 判断的也很好 倒带感也很强 对吧 既不但要解决中国人的共同富裕问题 也要解决人类的命运共同的问题 但是万一他像你讲的一样的 年纪越来越大 或者糊涂一下 或者哪一个党内的坏人 对吧 把他骗了 像当年的老毛一样的 被江青给骗了 对吧 睡了人家被别人骗了 或者被王恒文啊 被张春桥啊 被聖帮骗了 被林彪 那习近平难得不会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有很多的担心 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但是大家的担心已经起来了 但是习近平的好处是什么呢 他很幸运 他正把权力给拿到手了 你说当今世界除了习近平 谁的权力比他大 没有 对吧 美国总统 他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他有最现代化的科研的队伍 教育的队伍 社会 但是他很多事情不是他说了算 他没有绝对忠诚 没有绝对忠诚 对不对 有些人不喜欢他就不干了 对吧 像以前白宫的那个新闻发言人 挺好的一个人啊 人家不想干了就回家带小孩去了 你的办法都没有 现在你在中国谁敢辞职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中国的未来具有某一种不确定性 有一种不确定性 我估计呢 就是未来的五到十年 中国相对来讲可能还是不错的 五到十年 原因就是呢 中国是一个矛盾非常多的一个国家 就是美国人都是牛鬼蛇神 但是一个大牛鬼蛇神 把大家给瞎住了 在这个时候大家拼命干活 拼命地把这个国家建设得好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怕就怕 哪一天习近平被这个坏人给骗了 或者是他自己骗了自己 或者是身体不好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最大的问题 不像西方媒体讲的 要搞好经济啦 要搞好中美关系啦 那个东西都是可以手下的人去干 真正的问题是 要建立一个体制 这个体制是说 他身体不行了 或者他死了 这个体制还能够继续运行 其实皇帝到了最后面 就搞得到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接班人问题 叫权力终止 那现在没看出来 现在没看出来 这是一个中国非常大的一个危险 这也是很多人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 然后你 这个还好 现在七十岁了嘛 用了人家无任期 我们就搞三十年六十年也就那么多年 你万一是你为了搞一个 接班人是个孙子嘛 对吧 或者是习近平在等孩子或者是女儿 人家是五岁十岁 哇他也来个无任期 对吧 那就惨了 所以有人在猜想 有人在猜想 习近平竟然给这样一个时间 是把时间轴出来了 他因为他们有儿子嘛 但会不会想他的孙子将来接他的班呢 女人的也可以接班 中国早期的女皇帝 你们这些也是这样的 对吧 吴彩天是不是的 子西太号是不是的 所以你说 有可能这个习近平也完全可以接班 再去看民意的发展嘛 也许哪一天明星所向 习近平这个名字 就决定了他未来 明泽嘛 对呀 人民的选择 应该怎么解释 对呀 不知道 我们很多东西还要看一看 怎么说的有道理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沉重的经营教训 独裁者造成了灾难 但是也有很多的经验 有些独裁者还真不错 这个东西很难说的 不是一个绝对的说 民主是一定好 民主是不一定好 但是民主大体上来讲 他解决了一个大体上的规则问题 大家知道大概就是一个规则 整个程序的问题是很清楚的 对对对对 你可能会 里面有人利用民主 这个有可能的 但是真的来讲 他有个规则 现在就不知道这个规则怎么样 是不是跟当年的郑小平一样的 搞一个秘密的协议 党的什么事情 在后面还要郑小平说了算 我们也不知道 习近平有没有向党内的这些高级干部们交底 我看到2045年 然后我不准备交给习近平 我交给习近平的男朋友 或者是丈夫 这都纯粹是开玩笑 或者是我交给彭丽媛 这都是开玩笑 因为他不只有确定性 再就是习近平他现在因为权力在手 而且权力是空前的巩固 中共党内 习近平自己都知道 永远有打不尽的这个两面人 骗子永远有 两面大家都是 不是打不尽的 基本都是 所以现在只是说大家隐藏的很好 至于哪一天 大家发现习近平不是那么厉害了 不是那么硬了 能不能把他的另外一面展现出来 这谁都不知道 对 所以至于习近平他自己讲的这个话 服务到本世纪中叶 能不能到达这个线上 他之前有没有被这个 两面人冒了出来 把他给弄下去了 或者说他自己身体不行 还是他有没有 合适的人选交个班 都不知道 所以看习近平 他自己这个宪法 或者说什么一些规则 看他怎么改吧 前两天他在宣誓的时候 手底下按的那本宪法 很多方说 这习近平哪来的一本这么厚的宪法 中国的宪法就那么几张纸 他弄了一本字典在哪里 他为什么按照这个宪法 不按党章呢 我觉得应该按党章 因为 宪法说什么 党章才是决定一切的 他认为宪法对于他来说 现在是从2018年之后 宪法对于他来说是个法导 想干什么事我改一下 对于他来说 也许他早就把未来十字 早就写在里面了 所以为什么他在那边写往后呢 他早就在里面了 大家看得多薄呢 他有一些小秘密没有公布出来 未来慢慢的公布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 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金融时报最新那篇文章说 中国跟美国两国最近正在准备 就台湾的这个事情都在备战 双方都在备战 而昨天呢 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就说 拜登计划在中国两会结束之后 马上就要跟习近平通电话 通电话当中呢 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这一次两会当中 中国已经增加了军费 拜登想问一下这个习近平增加的军费 会用在什么地方 澄清一下 会不会用在台湾问题方面 因为虽然这次两会当中 中国没有对台湾有特别强硬的一些表态 除了秦刚那次打开宪法 跟大家讲这个问题 也没有太多的琢磨 所以美国现在也在担心 习近平增加军费之后 他也没有具体的说明 跟台湾有没有一些联系 会不会在台湾问题上有一些琢磨 再就是美国这个国会的议员 最近提出了一个议案 就是一个法案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就是 到时候一旦台海发生的这个战事啊 租借武器给台湾 马上运过去 而且呢 要什么给什么 这个兵买快得多 所以就最快速的方式 把这个台湾最需要的武器 运送到台湾的第一线 来阻挡这个解放军的进攻 这都是很天真的想法 如果中共要打台湾的话 不会有多少个小时 不会有多少个小时 因为台湾和乌克兰不一样 乌克兰很大呀 有战略政策 台湾很小 对吧 这个所以我觉得这种想法 虽然他们是为了台湾好 增加台湾的安全的筹码 现在的所谓的备战呀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记不记得 就是有一个叫备战备荒 你还记得吧 我就后来没搞明白 备荒是什么东西呢 原来是准备没饭吃 对 凉荒嘛 饥荒嘛 是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好像备战没有这个问题了 就是备战还有饭吃 我觉得备战呀 就是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讲 就是要增加你中共 攻打台湾的成本 让你觉得不能打 成本太高 对吧 不是说这个苹果你不能吃 但是这个苹果一万美金 你得考虑一下 是不是 那站在中共的角度来讲 我要攻打台湾 你美国打不过我 我就打台湾了 所以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 来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 也不是今天开始的 从1949年1948年 中共就一定要解放台湾 对吧 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今天这个样子 我认为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平衡的一个关系 这种平衡的关系就是说 中国大陆知道要把台湾拉下来 但是呢 不那么好吃 不那么好吃 台湾人现在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人 台湾这个力量也不能小看 对吧 一个香港都不好治理 台湾治理起来麻烦 更难 所以呢 中共对这个解放台湾 就说 其实还是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小心 但是心里面一讲 我一个强国 对吧 为了要成为真正的强国 我的领土都不完整 不行 我还是要从某种形式来讲 不要通过战争的行为 我们能不能就走在一起 所以中共是不到万不对已 它不会动武的 但是它会想尽一切办法 跟台湾谈 哪怕是名义上的 咱们先和在一起再说 所以中国曾经讲过 我可以让你当副主席 但是台湾要当副主席干什么 人家是总统 副总统 对不对 所以没有什么吸引力 台湾的国民素质也是相当高 如果你去过台湾都应该知道这一点 但是台湾呢 也很清楚 不管你讲我们是什么本土的 国民党是什么外来政权 你这个东西就是全世界的国际社会 没几个国家承认你 这就是残酷的政治现实 甚至你一些不那么政治意味的组织 像我就特别生气 什么国际民航组织 什么卫生组织 居然把台湾排除之外 我觉得它没有天理了 它没有天理了 几千万台湾人在全世界看起来 他的经济实力也好 他的人口也好 都不是小的数字 但是国际社会就是这么残酷 西方国家帮助有什么用啊 那些议员跑到来去声援一下 那你能不能帮助台湾 先多几个邦交国再说 你能不能帮助台湾 加入这些世界国际性的民间组织再说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台湾虽然有民主选举 虽然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 但是要突破中共在国际上的势力 是非常非常之难的 也不是说今天才开始 中国大陆穷的时候 跟各个国家建交的时候 最关键的一条 就是台湾 他一直这么想的 在中共看起来就是内战没有打完 没有打完 所以这个就是台湾它的底气 有点不足 有点不足 因为你万一 在那个独立 大陆给你打过来 你台湾能不能抵抗 所以台湾的政治领导人也是很谨慎 跟大陆人一样的 大陆的领导人 你别跟他喊那么多厉害 实际上还是很谨慎 而台湾也一样 台湾也是很谨慎 当然你那个媒体上的人胡说八道多了 但是你真正的总统 副总统这些人讲话都是比较谨慎 美国吧 也是比较犹豫 为什么呢 你从道德来讲 把抛弃了台湾 背叛了台湾 从现实的利益来讲 如果台湾被共会占领了 你等于失去了亚洲最关键的一个基地 但是你要为了保护台湾 跟中国大陆打一仗 你没这个本钱 为什么没这个本钱啊 因为大陆是有核武器的国家 对不对 核武器与核武器的国家不打仗是尝试啊 也就是证明你没这个本钱 把对方绝对压住啊 对不对 这就是本钱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是跟中国大陆在近海作战 中国大陆不像美国这样 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二战以后一直在打仗 这个美国人呢 这个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历 原来美国是有全球的军事投射能力 很多地方都有美国的基地 但是你在中国的家门口打 你那个几艘航空母舰 就未必是那么有实力了 我在30多年以前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中国大陆在打台湾的时候 它有个假设 说美国大概有几艘航空母舰 是八艘还是几艘 它已经有这种想法了 所以根据我的这个推测的话 除非有一方想把它突然冲雪起来 否则的话 台湾应该是比较的平衡 相对的平衡 也就是说相对来讲比较安全 中国大陆肯定会在未来几年 增加对台湾的和平的攻势 要给你糖果吃一吃 诱惑台湾 那台湾在这个时候有智慧 怎么跟它玩我们知道 我们只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讲 美国它一直有个威胁 如果跟中国大陆为了台湾 打一仗 万一没打赢就惨了 从此以后就亚洲都输掉了 美国现在对于亚洲很多国家来讲 是很重要的 虽然这些国家不愿意得罪中共 跟中共做声音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 美国在后面支撑 中国欺负这些人很厉害的 你理解我意思吗 所以大家都是一种平衡关系 当然大家就觉得 中国现在发展有点太猛了一点 你从军会的角度来讲 美国今年的军会刚刚出来 八千多万 八千多亿 八千多亿八千八百多亿 全世界第二位 和第九位加在一起 都没那么多 中国是两千 九百多亿 今年的军会增加的并不多 虽然超过了GDP 增长率 7.2% 但是还不算很高 以前军会曾经是两位数 但是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 他这个两千多万也是美金 他那个美金的 韩金量比你美国的韩金量多 你美国的军会是中国的三倍 不错啊 但是你的物件也贵好几倍 而且中国有很多隐性的军会 他未必计算在内 美国可能军会在这个地方租了房子 或者是有地税 他也要算成本 中国的军营我算不算成本呢 我就不知道 或者算多少成本 这个都 也就是说 中国的军队虽然是2900万 但是实际上的这个军事的效能 比美国不会低到 只有三分之一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 美国在二战的时候成为一个战胜国 虽然打得很艰难 但是美国人民制造武器 制造兵器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很多东西就是美国人发明的 美国人发明 美国人生产 从全世界各地跑到美国来的那些人 就是拼命工作 不要说男人 那女人都是这样啊 当时有很多的女性 青少年在一个兵工厂 失去生命的 因为经常爆炸出事故 不是真正受过顺利的这些工人 但是那个时候美国制造的武器啊 简直是去杀死你了 对吧 好像美国人别的都没干 就是在制造武器 今天中国就是这个样子 今天中国做什么武器 做什么跟下饺子一样的 我们在十几年以前 在美国电影电视剧 或者中国人自己也都在讲 中国产品就是垃圾 现在中国不是这样的 中国你现在只要给它订单 你是要高级的还是要低级的还是要一般的 它有一个完美的制造业体系 而美国也就没有了 美国是精英科学创新 科学基础它可以 然后美元可以 教育可以 但是从科技的应用 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 那中国已经把美国不知道水到哪里去了 美国现在是急于改变产业链 制造业要回归 我都支持 我说赶紧把中国那些制造业 转移到越南 转移到印度 转移到印尼 但是要转移多久你知道吗 三十年 而且中国很多转移出来的人 就是中国自己转移出来的 对吧 因为它对中国生产成本高了 它想跑到东南亚这个地方 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一个分布式的产业链 是有利于国家安全的 所以 我感觉到 我是在备战的东西 我是看了经济学人 他的蜂蜜故事 他讲的也对 双方都是在做备战 但是这个备战备方 为人民在中国搞了几十年后来没打仗 这一次备战能不能打仗 我也怀疑 我觉得大家通过俄乌战争得到的一个教训 不是像西方媒体所讲的 中国害怕了 不是 通过俄乌战争恰恰表现出来 你这个西方制裁力量很有限 你阻止不了 中国的经济力量是俄罗斯的多少倍啊 而且中国虽然不是个能源国家 有很多能源的问题 但是他跟中国这些国家搞好关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不是个问题 问题就在于 为什么打这个仗 为什么会再通过战争来解决 对吧 你说乌克兰东部那些地方 是被一些人欺负 那边的俄罗斯人 有一点委屈 或者是普京有某种情怀 但是你为了这么一点东西 死了几十万人 对吧 让你整个俄罗斯人在西方都断了关系 你要恢复元气了多少长时间呢 我觉得战争这个东西 二战争应该是人类的中战 就证明这个战争不能再搞下去了 希望这种备战呢 是一种军事平衡 就大家都增加成本 增加成本一看 后面别玩了 或者说他就是一种姿态 对 我们希望是这样 而且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也好 每一个西方人也好 每一个人类也好 都应该反对战争 就是说 大陆和台湾 你们为了什么关系 我们先不去管他 但是不能开枪 不能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一个样子 几十万人一年就没有了 绝对不可以 你不要说台湾人不能死 大陆人也不能死 对吧 所以其实像台湾跟这个中国来说呢 他还没有像俄罗斯跟乌克兰那样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 俄罗斯侵入乌克兰 他可以找到一些他认为的合理的理由 但是中国大陆跟台湾呢 就目前来说 他找不到任何合理的理由 这就是看美国人在这个提升关系的时候 然后提升到什么程度 你比如说佩洛西 议长去台湾 之前是有议长去过台湾 但是他就会去玩平衡 经历其一 他先跑到上海 要再去台湾 一个二轨策略嘛 这一次佩洛西就是要直接跟中国较量 结果就变成了中共封锁了台湾 这个我们觉得实在实在代价太沉重了 因为中国火大了 那我就封锁了 封锁这个时候你台湾打不打 你这个美国打不打 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一看 溜了 台湾就更有意思了 没事没事安安安安安安 把你给封锁了什么叫安安安安 那台湾也通过这种王室的麻在老百姓 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 最终没有参想走火 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这都玩几次 万一哪里出事了 对不一定了 对啊 所以上个星期华人街日报一篇文章也说 他说中国其实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提出了二轨策略 对就是如果说这中约的议长 没干系要去台湾 那么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呢 是希望这个贺锦丽去中国 对 所以这样一个平衡 就是模仿当年这个经济期的这样一个套路去走 对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也看得出来 中国呢希望在主动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习近平的意思 是不是想在这个台湾问题上 主动的先降两门降两火 他其实也不希望这个事情走到真正的擦枪走火 对我看台湾的蔡英文总统也在降火 所以梅卡锡要去台湾 他也说不要去我们在美国见见面 美国也在降温嘛 梅卡锡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去 也没有 我觉得三方如果都意识到这个事情 不要破坏现在的平衡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如果中共突然攻打台湾 那全世界共同来潜在 对吧 如果说你非得提高级别 然后台湾独立 那中国打台湾 我相信很多国家也就是喊一喊 讲一讲 像中国网络当中很多的 像去年开始一直叫嚣着 要收复台湾 还说这个习近平 为什么继续当这个国家主席 就是要等到他任期之内 一定要把台湾收回来 这都是些民间的一些叫嚣 民间就是事实很多 那你要收回台湾 外蒙古应该收回来 对呀 印度很多的土地 你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印度很多地方就不是中国人自己占领的 不是村土不一样吗 那可不是村土啊 那是村土不深 今天那个中国那个以前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就是那个周立波 发了一个微博 就说这个中国人现在呀 叫这个俄罗斯怎么战斗民族啊 给他很多议美之词啊 他说别忘了俄罗斯占领中国那么多土地 他给那张图片标出来红色的 全部是苏联人拿走的 五百多万的平方公里 你先把它还回来再说 完了之后马上就给封掉了 所有平台正好全部封掉 受到违规了 我倒是觉得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处理这个边境问题 能让就让 我觉得非常好 有一些岛 听说以前是中国的 或者送给了越南 又怎么样呢 对吧 有一些缅甸人和中国的土地又送给缅甸 又怎么样呢 你觉得当今世界多一块土地 少一块土地 真的是像他们政客们所吹的那样 村头不一样吗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国家 老百姓有没有尊严 老百姓有没有自由 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不好 这才是一切的关键 中国的国土最少一半 如果中国是民主化了 法治化了 有自由和人权 我觉得也可以啊 就是还有那些地方的人 他现在生活的质量如果很高的话 对啊 而且这些领土都是当年瞎划分的 什么叫自国 自国以来就没有这些领土再一说 所以现在所谓的领土分争 很多都是历史一流问题 对啊 你现在的国家概念 已经有了这么划分 他们就把这个划分的事情维持好 如果有一些纠纷 能让就让 不是什么几公里几别方公里 就会好像国家尊严给丢掉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吧 现在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留住人才 你能不能善待百姓 对不对 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不好 这也是一切关键的关键 最为关键的问题 就是现在你所治理的这边土地上的人的幸福指数 对 所以这一次看到中国大陆也好 台湾也好 包括美国也好 在台海问题上的都在有降温的这个姿态 其实是往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包括这一次两会当中 习近平官方也没有大肆的说这个台湾的问题 也没有叫 说一定要统一台湾 对 所以慢慢的官方降温之后呢 我相信民间也不会再有 哪里什么民间 民间就是一帮小鬼 就是瞎扯 没有市场 他们就不会去喊 对呀 不是 你政府把它封了嘛 那不就可以了吗 中国政府估计封不会封 但是这些人呢 他没有这个市场 没有人去应诚 对呀 对呀 你不要说台湾的问题 就是你中日之间 对吧 日本侵略了中国 杀了那么多中国人 伤害那么多中国人 难道你就不到日本去了吗 很多都是共青团中央的发起来 对呀 叫嚣 是吧 只要共青团中央不发这些事 所以难怪习近平要把这个共青团给端掉 就是个惹祸的一个窝脸 对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